好 那我們現在時間到11點整 那我們這個記者會我們就先開始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我是運安會執行長林佩達 今天邀請大家例會 主要是去年5月10號 一列台中捷運列車 由北屯站開往高鐵台中站 在12點27分 在豐樂公園站與大慶站間 撞擊侵入軌道的塔式集中機航架 造成一名乘客不幸罹難 15名人員受傷 運安會依運輸事故調查法立案調查 共有11個單位參與調查 調查報告草案在今年的6月14號 經本會第64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今天在此 與本會官網同步 發布最終調查報告 那接著我們請該案的主任調查官 也是運安會鐵道組 首席調查官兼組長 吳基春先生 為大家詳細報告事故的噪音 以及相關的改善建議 各位媒體記者先進 大家好 那我是本案的主任調查官吳基春 那接下來由我為各位報告 台中捷運公司列車 風樂公園站撞擊外污事故 那我們的調查結果 還有給各單位改善建議的情形 這次簡報大綱請大家參閱 那首先我針對事故的經過 再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事故是在去年的5月10號 那台中捷運一列 這個列車從北屯總站出發 那開往 預計開往高鐵的台中站 那他是一個 無人駕駛的系統列車 那在行津風樂公園站 跟大慶站間 他撞擊到由附近建築頂樓 掉落 而且侵入軌道的塔式起重機航架 這個事故造成一名乘客死亡 15人受傷 那包括一名隨車站務員 還有14名乘客 那底下 我就用給明天 這個是當時我們 就是收集到的影片 列車內的影片的一個證據 那這個可以看到事故的列車 到達風樂公園站之後 這個隨車人員 他到這個月台上 去確認旅客上下車的情形 那稍後從這個影片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有一個保全人員 跑到月台的南端 去確認軌道的狀況 那接下來全車 列車車門關閉之後 那保全人員 跟這個隨車人員 示意要停車 但是這時候列車已經出發了 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得到 隨車人員 他發現軌道上有異狀的時候 那他用這個無線電 那通知行控中心 那也試圖從他的這個 腰間的這個工作包裡面 拿出鑰匙要去開啟 前方手動駕駛台 試圖要按一下前方的這個 緊急煞車按鈕 但是還來不及玩 在完成這些動作之前 列車就已經撞擊到航架了 那接下來我們看另外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當時 附近建築物所拍攝到 事故建築的這個 頂樓 拆除機跟航架的 這一個航架斷裂的情形 那從這個影片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 拆除機 他在這個整個作業的過程當中 那是有拆除機的航架 先產生錯區 那斷裂 塔士啟銃機在失去吊掛力量之後 那也跟著墜落到 這個溫馨南路上 那其中有一部分侵入到台中 軌道區 台中捷運的軌道區 好那接下來我針對於這個本案的塔士啟動機作業 還有航架斷裂 相關的一些資訊跟各位做報告 風樂公泉山對面的這個建築物 他是當時有新附化建設所 正在進行中的一個建案 交由請玉營造來做這個 引建的工程 請玉營造把 這個塔士啟動機的工作交給的 羽球公司來承諾 那羽球公司他主要是塔士啟動機的廠商 那附著塔士啟動機的操作 羽球公司再把塔士啟動機安裝保養跟爬升 還有這個拆除的作業交給家園工程行 所以事故當天是由羽球公司 跟家園工程行的人員在這個樓頂 進行以拆除機進行拆除 塔士啟動機行家的這個作業 那當時作業的一個流程 主要是作業人員先將兩條的這個鋼索 穿過塔士啟動機行架 那在調升起這個塔士啟動機的這個行架 那接下來他們在進行塔士啟動機行架根部 還有他旋轉盤脫離作業的時候 那產生了一點問題 就是這個行架沒有辦法 順利的從這個旋轉盤脫離 那所以他們後續以這個旋轉拆除機的方式 試圖要去調整角度 那接下來我以一個動畫的方式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是當天被拆除 要拆除了這個塔士啟動機的行架 那在這個行架的根部 原本跟旋轉盤 這個鵝板 這個四片叫鵝板 它是用這個插銷做固定 有兩根插銷做固定 正常的這個作業的這個情形 是先拆除一側的這個插銷 好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拆除一側插銷之後 那作業人員打算用這個 急輪板手先進行假固定 就是暫時的固定 那再將另外一側的插銷移除 移除之後最後把這個急輪板手移除 讓行架可以順利的脫離 那使用拆除機把它吊掛到適當的位置 去做置放 這是當天原本作業人員想要 預期要做的 可是就在這個作業道一半 它以這個 急輪板手置於固定位置 拆除另一側 插銷的時候 這個行架略為上浮 導致這個行架根部 跟行架沒有辦法保持平行 所以沒有辦法順利鬆脫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後來 作業人員用拆除機 去調整塔式起重機 行架角度的原因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是 根據收集到的資料 在 就在作業人員以這個旋轉拆除機 那為一條塔式起重機 行架的過程當中 拆除機的行架斷裂 那斷裂之後撞擊到建築物 所以造成了它 另外一節 第九節 造成也跟著斷裂 那最後這個塔式 這個拆除機的行架 是整個掉落在這個建築物的頂樓 那接下來我以一個 影片跟各位說明一下 當時這個作業人員如何 用這個拆除機去調整 塔式起重機行架的角度 那紅色這一台是拆除機 黃色的這個是塔式起重機 那當時作業人員就是先 以拆除機 那先進行順時針方向 去調整角度 那後來再用逆時針方向 釋足去將這個塔式起重機 行架的這個 角度調整到這個一定的位置 讓它可以順利從這個 旋轉盤的這個鵝板脫離 那就在這個逆時針方向旋轉的時候 拆除機行架就斷裂了 以上是行架的部分 先跟各位做一個初步報告 那接下來是台中捷運 就是事故現場的部分 那當時是由0304車組組 組成的這個事故 這個列車 事故列車是由0304車組組成 它是停靠在豐樂公園站的下行軌 侵入的行架 根據我們現場收集到的資料所量測 它大概是在車站南端 距離這個車站 月台頂端約95公尺的地方 當時侵入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看到 它原本是預計往高鐵站 這個高鐵台中站運行 那就在出站的時候 它就撞擊到這個行架 接下來我用事件去跟報告 跟各位報告 整個事故發生的一些經過 那在26分50秒的時候 那從幾乎 影像紀律5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事故列車它這時候 進入豐樂公園站的第二月台 也就是下行軌的部分 27分的時候 進入豐樂公園站的第二月台 也就是下行軌的部分 27分03秒 這時候事故列車停靠好第二月台 下行軌 可是這時候呢 塔式起重機行架 墜落這個塔式起重行架 它也侵入了台中捷運的軌道區 所以在下一秒鐘 豐樂公園站到大慶站間 它就在上行軌 就出現了電力跳脫斷電 還有車站設備變電站接地等告警 行動中心的Power SCADA 電力監控系統 同時也開始出現了 持筆電力告警 在06秒 車站保全人員 原本站立在月台中間 它聽到撞擊聲之後 它就轉身查看 向月台的南端查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10秒鐘的時候 事故列車全車車門開啟 這時候隨車站務員 由零四車廂 10號車門走到月台 那這個剛剛我們在 影片當中其實有看過 另外行控中心的電力系統 這時候重新投入上行軌的 第三軌電力 那在下一秒鐘 這時候上行軌的第三軌電力 重新恢復 所以這一秒 從這一秒開始 其實豐樂公園站到大慶站之間 它的上下行軌 第三軌的軌道電力 是供電正常的 接下來在13秒的部分 車站保全人員 發現異狀 以對講機向值班站長通報 而且他繼續朝月台的南端移動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在27分19秒 19秒的時候 這座站務員聽到這個離站的警音 所以他返回車內 那在21秒的時候 車站保全人員 抵他的這個第二月台的南端 要確認這個軌道上的情形 26秒 全車車門關閉 此班站長 稍早收到保全人員的通報 這時候也趕到第一月台的南端 去確認軌道上的狀況 那接下來在29秒的時候 事故列車在 豐樂公園站發車 從這裡出發 保全人員看到列車出發 那他這時候舉手 向這個隨車站務員 示意他要停車 這個是在31秒的這個時間 那34秒的時候 隨車站務員這時候呼叫 行控中心 通報現場遇上狀況 那從影片上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也同時從他腰間的這個 工作包裡面掏出鑰匙 要試圖去開啟這個 前方的手動駕駛台蓋板 要按下緊急煞車的按鈕 40秒的時候 行控中心機場控制工程師 回覆隨車站務員 那就是收到他的通報 回覆他 另外在46秒的時候 也就是行駕掉落之後的 第43秒 我們就可以看到 從記憶器上就可以看得到 事故列車以 當時的速度 43.7公里 每小時的速度 撞擊軌道上的行駕 那接下來車上的列車 相關管理系統 就開始出現 一連串的告警 45秒的時候 行控中心的 ATS SCADA系統 就是他的監控系統 運轉監控系統 也開始出現了多比的告警 在47分49秒的時候 這時候 有一節行駕從零四車廂 運行方向的右側 插入這個 車廂內 擊中了坐在運行方向左側的乘客 而且將這個乘客 就是 推出這個車廂外 導致這個乘客 後續掉在 掉落在這個零四車廂下方的軌道區 那接下來50秒 那行控中心的控制工 機場控制工程師 那開始把他的監控螢幕 轉到風熱公園站 去確認現場狀況 51秒的時候 電力控制工程師打電話給台電 要確認斷電的原因 那根據我們從 車上的記錄器 發現在 52秒 這時候 事故列車撞擊航家之後 他的速度降到0 而且完全停止 那 28分06秒的時候 這時候 行控中心機場控制工程師 已經知道現場有狀況了 所以呼叫 這個水車站務員 請乘客先留在原地 不要下車 那 水車站務員也在28秒 28分36秒的時候 回復行控中心 列車撞到前方的障礙物 那這個是整個事件去 當天事故發展的經過 那根據上述的這些 我們蒐集到的事實資料 我們總共做了9點的分析 那 接下來我跟各位說一下 我們分析的重點 那分析的第一個重點是 拆除機航架端列過程跟原因 經過我們的分析 我們排除掉 航架斷裂是因為材質的因素 那至於是什麼原因造成航架的斷裂 根據我們用這個 因應模擬分析的結果 應該是作業人員在這個 用拆除機 去調整塔斯起重機航架 角度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斜拉的方式 所以造成這個拆除機航架受力 然後彎曲挫折 最後斷裂 根據我們模擬的結果 這個航架 就是拆除機的航架 它是由第一節跟第二節的連接處 開始發生 初始 這個塑性變形 塑性變形 也就是變形之後 它沒有辦法回復到它原來的狀態 那接下來 其餘各節的感見也跟著變形 最終我們可以從螢幕上看到的是 從第四節的感見 開始錯去斷裂 導致整個 航架發生連鎖破壞 那這個部分我用 我們模擬的這個動畫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首先我們在模擬的 情況下 我們設定三種情境 塔斯起重機 它的垂直吊掛 或是旋轉 這種情境 還有第三種 就是跟事故當天一樣 有斜拉的這個狀況 根據我們模擬的結果 塔斯起重機在垂直吊掛物件 或者是吊掛之後 它做左右的旋轉 那其實並不會造成 拆除機航架的損壞 這根據我們做出來的結果 這不會造成 拆除機航架的損壞 那接下來第三種狀況 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 是垂直吊中 它是不會有任何損壞 第三種況 比較接近當天事故的狀況 就是 作業人員用拆除機 去調整塔斯起重機的航架 那所以造成這個 這個 捲陽鋼索 也是調掛這個鋼索 跟航架 它沒有辦法承 垂直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當天其實是有承 一定的角度 那在這個呈現一定角度的狀態之下 如果 它啟動捲陽鋼索 就是有去調升的這個動作 那 根據我們模擬的結果 它就會造成 拆除機航架受力 導致它的 彎曲 或是斷裂 這個部分是 我們模擬出來的結果 所以我們認為說 當天作業人員在 這個 整個用拆除機調整塔斯起重機 的這個航架的角度過程當中 應該有斜拉的動作 好 那接下來根據我們模擬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 模擬的結果 是由這個 拆除機 這是紅色這個部分是拆除機 那黃色這個部分是被拆除的這個塔斯起重機 所以可以看得到的是 從這個拆除機航架的一二節開始變形 那最後有第四節部分開始斷裂 那這個塔斯起重機 黃色的這個部分 它是 就是被拆除的塔斯起重機 也就是最後 它的航架掉落到文溪南路 侵入軌道的這一節 它是黃色的這一個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也針對的塔斯起重機 過往的安全檢查 跟操作程序做了一個調查 那 檢視職安署過去 對於這些塔斯起重機的 檢視的這個歷程 那我們同時也發現了 目前國內針對於這個 拆除機 航架 拆除的這個細部程序 那原廠手冊沒有去規範它相關的一些細節 包括固定插銷拆除 或固定方式 國內也沒有相關的規範 去告訴廠商說怎麼樣做才是正確的 所以很容易造成施工廠商疑警跟刑事 那導致像類似這一次事故的產生 那接下來我們也針對 鄰近交通要衝高空作業的審查規定 那同時去看一下 目前相關法規的不足之處 那包括像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經線件辦法 目前內容著動 都是要求施工廠商 提出這個開挖過程 對捷運系統 橋樑還有軌道的穩定性 至於施工過程 如高空調掛作業 可能產生的風險評估 或預防措施 目前這個規定裡面 是沒有要求施工廠商要做的 那另外施工廠商 提出的相關施工計畫書 目前都是由中央跟地方各個單位 各自審查 沒有一個聯合審查機制 那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不容易去辨識到這個 作業過程中 所可能產生的一些相關風險 那接下來我們同時 也對建築工程的交通維持計畫 進行的一個調查 那也發現說 羽球工是當天沒有申請 這個交通維持計畫 那主要是他認為說 當時他把這個塔士奇重機 唐架 吊掛之後他要放在他自己建築物的腹地 所以不會佔用到道路 所以他沒有申請交通維持計畫 那我們也實去了解一下交通維持計畫的目的 其實主要的目的是在降低大型活動 或工程期間 對交通的影響 所以以本案的情況 即使他申請了交通維持計畫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避免斷裂的 行駕侵入到這個台中捷運的軌道 那另外我們對於捷運緊急停車的設備 跟授權 做了一個調查 包括這個手動駕駛帶內的緊急按鈕 那因為這個手動駕駛台 它設計的是在系統自動運轉列車的時候 跟著是在手動運轉列車的時候使用 所以事故當天 他是在這個系統自動運轉 所以他的蓋板是鎖起來的 那依照一般同仁的正常的作業 要開啟這個蓋板 按下這個按鈕 一般大概要15到16秒的時間 所以根據我們對紀錄裡面的調查 當然隨車賬務員在發現這個行駕 那一直到他這個列車撞擊到行駕 中間僅隔12秒 所以當天的時間是不足以讓他開啟蓋板 按壓這個煞車按鈕 那同時我們也對於車內的相關設備 包括車廂內的車門釋放把守 那車內的這個緊急按鈕做了一個調查 那以事故當天的情況 列車已經處於運轉當中 所以相關的設備都沒有辦法達到停車的目的 那另外我們也對月台門 緊急斷電箱做了一個調查 那確實當天月台門開啟的狀態 如果有人試圖去用這個阻擋 用外力去阻擋月台門關閉 確實可以達到列車出發的這個效果 但是當天發現 行駕掉落在軌道的人是保全人員 那根據台中捷運的相關記錄 事故之前保全人員 他沒有受相關的這些系統訓練 那所以當天他沒有辦法利用該方式阻止列車出發 那我們也必須要強調是說 利用阻擋門阻止列車 阻止列車阻發 他不是正常標準的作業程序 他只是利用系統安全設計的特性 來阻止列車運轉 那另外我們對於相關這個緊急斷電箱做了一個調查 那也發現說對於運轉中的列車 即使去操作緊急斷電箱 也沒有辦法達到立即停車 這時候列車他會繼續舵行 也就是他繼續滑行 那我們同時也對於台中捷運的相關人員 對於緊急停車的一些授權 我們做了一個相關的調查 那接下來就是分析6 那捷運外戶入侵的緊急一面狀況 包括就是檢視一下 檢視台中捷運 目前有關於這個 現場人員在遇到緊急狀況 他的通報 那目前存在哪一些風險 那有發現說 第一個他沒有這個緊急停車守勢的規範 所以造成保全人員跟 隨車人員示意要停車 但隨車人員並不曉得保全人員的意識 那第二個沒有簡短的這個緊急通報用語 所以從語音的紀錄我們可以知道 隨車帳戶員雖然知道要立即停車 但是他依照一般通報的程序 先序名自己的這個列車主名稱 然後鎖在位置 還來不及表達要緊急停車的時候 車子就撞上航架 那另外有相關的這些人員停車裝置 包括這個車站 月台沒有設置相關的緊急設備 所以車站保全人員 雖然是第一個發現航架 但是台中捷運在事故當時 他的月台並沒有向其他業者設置 有可以緊急停車的這個設備 所以他沒有辦法透過這些設備來達到停止 列車運轉的目的 那另外有關於手動駕駛台 內的這個緊急煞車按鈕 這個剛剛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 當天確實沒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讓隨車專務員來完成這些相關動作 至於在行控中心人員的處置方面 相關的控制工程師 當天從行控中心受到的告警裡面 沒有辦法從告警裡面判斷現場是有外務入侵 現場當天發生的都是相關的電力告警 那另外機場控制工程師 他也沒有接貨現場人員有回報 現場有義務入侵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行控中心是沒有辦法 在當時的情況進行緊急停車 那另外我們也針對這個無人駕駛系統 外務入侵的偵測機制做了一個調查 那也發現說 目前這個無人駕駛系統 採取的這個外務入侵機制 都是採取像台中捷運這種方式 就是必須要碰到義務之後 那列車才會停止運轉 那他最主要這個目的是要 就是降低列車損害 並非防止列車撞擊外務 那我們也同時將相關其他鐵道業者 目前用於防止外務入侵的偵測系統 做了一個調查 那這個部分有提供給這個運營機構 那未來就讓運營機構 試他們的風險評估結果 決定他們是不是要建置這樣的一個系統 調查過程中 我們也對行控中心的系統告警 顯示做了一個設計 發現不管是ATS Postgata系統 在他的這個畫面的文字顯示的尺寸 那文字 背景色彩 還有相關這個 事故告警的嚴重性的分類 那可能跟相關的一些規定都存有落差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把這個相關的風險給列出來 那地球降生還因素 那最主要是本事故有為這個罹難者 他是在事故之後的49分鐘才被發現 那所以這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檢視 台中監獄相關的列車巡檢的程序 那後續有提出改善建議 那最終我們總共提出18項的結論 那我這邊就 與可能噪音有關的調查發現 還有跟風險有關的 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與可能噪音有關的調查發現 總共五項 第一個是這個 拆除機跟這個塔式啟動機的這個作業人員 他在過程當中 因為以拆除機去旋轉塔式啟動機的角度 那這個 在先拆除這個 行架的這個插銷之後 那因為這個行架沒有辦法順利鬆脫 所以他們最後決定用拆除機 旋轉拆除機的方式去調整塔式啟動機的角度 那就在他調整這個角度的過程當中 可能有這個斜拉的情形產生 所以導致拆除機的行架錯序斷裂 那第三個就是 行架在掉入到這個 台中捷運的軌道區 雖然 短暫的造成這個第三軌的斷電 但是因為系統有自動負電的功能 他在六秒鐘之後自動負電成功 而且事故列車所在的下行軌道 第三軌 他沒有短暫的造成這個第三軌的斷電 但是因為系統有自動負電的功能 他在六秒鐘之後自動負電成功 而且事故列車所在的下行軌道 第三軌 他沒有受散落物影響 而產生斷電的情形 就是從一開始到 一開始他的供電都是正常 第四個 台中捷運公樂風原站的保全人員 雖然發現有這個 航架侵入軌道 但是月台上沒有任何設備 可以讓他立即停止列車運轉 那最後一項就是事故列車 在風樂公園站離站之後 那水車站務人員 雖然有發現軌道上的遺物 那他也通報行控中心 也試圖要開啟蓋板 按下這個緊急煞車按鈕 但是時間並不足以讓他完成這些程序 那最終事故列車以這個43.7公里 每小時的速度撞擊到軌道上的行架 接下來六項與風險有關的調查發現 第一個包括剛剛有提到的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進線間辦法 目前規範的不足之處 還有目前施工廠商所在這個 臨近重要交通藥充的這個 相關的銀扇工程所提出的施工計畫 那相關單位並沒有一個聯合的審查機制 那最後就是塔式起重機行架 拆除作業的西部操作程序 那原廠手冊並沒有說明 國內也沒有相關的指引可供廠商來依循 那所以就容易造成施工廠商用經驗來 這個作業 那第四項台中捷運沒有明確規範 相關人員尤其是第一線人員 在預警級狀況可以未經授權 立刻執行緊急停車 那另外台中捷運在相關的一些規章裡面 對並沒有訂定簡短的這個緊急停車用語 所以不利於這些隨車人員 不利於這些第一線人員在預警級狀況 能夠立即通知行控中心 表達這個緊急停車的需求 那最後一項就是台中捷運對於這個 事故後巡檢的這些程序 那我們有請他有提出這個相關的風險 就是請他在完善這些 列車巡檢的程序 那避免事故之後 那車廂下有這個異物 或是有乘客 在車廂下沒有被即時發現 那最後我們對六個單位提出六項的改善建議 包括羽球公司 那請他明確規範 吊掛人員在操作塔式起重機的時候 要遵循起重升降機具的安全規則 那避免以斜拉方式吊掛物件 那第二個給家園工程行 那明確要求吊掛人員 吊掛現場指揮人員 要提醒拆除機的操作人員 不得以搖汗或拖拉物件等不當方式 從事起重作業 那我們也給資安署 一個改善建議 請他協助建立塔式起重機 拆除作業執領 提供給廠商依循 那最後請交通部重新檢視 修訂大眾捷運系統兩側 進線件的相關辦法 那就是要求廠商未來在這個 施工過程 施工前要提出高風險施工項目的風險評估 還有預防措施 另外給台中市政府 那希望台中市政府 未來對於這一些 臨近交通要衝的建築工程或作業 要建立一個聯合的審查機制 那重點是要讓不同的單位 包括建管職安還有交通 還有最重要的營運單位 能夠共同三餘審查 最後我們給台中捷運 一條改善建議 請他重新檢視緊急停車相關的設備規範 還有行車事故後的應變規定 包括第一個 在車站 評估在車站建立 設置這個緊急停車按鈕 建立這個簡短的緊急停車用語 明確規範緊急停車決策的授權 還有明定事故後列車巡檢的程序 那以上是財中捷運案 那我們對於這個事故內容所做的這個相關的 調查結果還有改善建議 以上 好 謝謝集村組長 那接下來呢 各位開始提問之前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左手邊這一位是運安會的運輸工程組 莊理張組長 那莊理張組長他也是這個案子裡面的 針對這個行價失效分析的一個分組召集人 那我左手邊第二位呢 是運安會運輸安全組的組長 鄭永安 鄭組長 那他也是這個案子呢 在執行人為因素分析的分組召集人 那待會大家提問的時候 麻煩請告知您代表的媒體以及大名 那以及您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請大家開始提問 你好中華日報夫妻喔 那這個眼架砸下來的時候應該聲音非常的大 那為什麼 戰務員保全員值班政長都會往南看 而不是往北看 是的 那我們是不是回到剛剛簡報的這個 當時這個行價掉落的地方 是在月台的南端 所以相關的人員是往南端 是沒有錯的 那在我們的報告裡面其實有提到 因為這個行價掉下來的那一瞬間 他其實產生了一些灰塵跟煙霧 所以第一時間人有聽到這個聲音 所以像保全人員他原來是站在月台中間 他聽到聲音是在南端 所以他很自然的往南端去確認 所以他不是朝北端是朝南端 是因為行價掉落在月台的南端 請問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 不好意思 資新聞的陳怡文提問 就是說 那我們可以簡潔的說明一下說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的責任最重大嗎 這樣 謝謝 好 那我想首先跟各位先進報告 我們安全調查的目的其實是在找出 相關作業或程序中所潛在這些風險 所以不管今天從外務入侵 一直到列車撞擊到EU 我們其實試圖要找的都是他的風險 那我們並沒有針對於這個責任 不以追究責任的角度去做調查 那所以這個部分 不管責任在誰身上 只要我們在調查過程當中 發現任何的操作程序規定有風險 我們都會把它列出來 以上 我是ET Today記者之會 我想提問一下就是 因為剛有提到他們相關的系統的一些機制 都沒有發揮到阻止的一個效果 唯一有效的是 就是保全他阻止那個月台門的一個關閉 那是不是可以幫我們 匯整 統整一下 就是說他整個系統的一個 相關機制裡面到底有幾道關卡可以阻止 然後上市了這個機會 好的 那這個部分我還是我們回到剛剛那個 檢報我用檢報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到分析的 好這邊 那第一個有關於這個手動駕駛台的部分 那這是第一道 這是這個是 當時可以阻止列車出發的一個原因 但是剛剛有跟各位先進報告過 這個駕駛台設計的目的是在當系統 沒有辦法處於自動運轉 必須有人為駕駛的時候所使用的 所以他平時是上鎖的狀態 那以事故當天的情形 隨車照顧的人雖然想得到 裡面有這個緊急煞車的按鈕可以使用 但是因為當天系統是處於自動運轉當中 所以他必須要先拿出鑰匙去開啟 那就是依照一般正常受過訓練的員工 要完成這樣的動作 他需要15到16秒 可是當天事故在12秒就撞到行駕了 那另外在 那另外在其他的設備 包括車廂內的車門釋放把手 跟車內的緊急按鈕 因為當時這個隨車站務員發現行駕的時候 列車處於運轉當中 根據系統設計 只要在系統運轉當中 去操作這個把手 系統會自動鎖定 所以人員是沒有辦法操作 那車內緊急按鈕即使按下去 列車欄持續會運轉到下一個車站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沒有辦法達到立即停車的目的 那接下來就是有剛剛這個月台門 那是透過這個系統的安全設計特性 那但是我們也特別強調 這個不是一般正常標準作為情況下 所會使用的方式 那其他的包括緊急端電箱等等 這個在當天的情況 都沒有辦法達到立即停車的目的 那這六項建議有沒有限期這些單位多久要改善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其實現在很多軌道建設也正在興建 那運安會有一併調查說哪些軌道建設其實跟終結式類似的設計 那有沒有一併就是說希望這些捷運公司來改善這樣 好 那針對剛剛的問題第一個部分我想請運安組的 政組長來幫我們做回答 那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那根據我們運輸事故調查法第27條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改善建議是提供給政府有關機關的 譬如說這個 呃台中 台中市政府啊 或者是交通部 那他們必須在這個收到調查報告90天以內 那提出處理報告 那處理報告裡面 針對我們的改善建議 如果他認為是可行的話 那他就必須要提出對應的分項執行計畫 也就是說相關的政府機關必須要在90天以內提出 那提出來之後他會我們運安會會負責 審視這些分項執行計畫 那如果我們認為可行的 那就會承報到行政院去核准 那如果相關的分項執行計畫 他們在90天內還沒辦法做完 那報到行政院那邊之後就會納入列管的程序 那納入列管程序之後依據這個行政院的要求 每半年的期間他們必須要把這個執行的情形 一樣要回報給行政院跟運安會 那我們也會對他們的進度進行審視 一直到我們以行政院認為可以解除列管為止 那這個是相關改善建議發布以後的一個處理的情形 謝謝 好 那針對第二個問題我們請吳錡村組長這邊做回答 好 是的 那本次台中捷運的事故 他是國內首次無人駕駛系統 那第一次有這麼大型的外入入侵 所以我們也去了解了國內其他相關 無人駕駛系統的運作方式 那所以從我們的改善建議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是從法規面 設備面全面的提出這個改善建議 法規面的部分有從中央 我們到那個改善建議的 有從中央交通部 針對於大眾捷運系統兩側進線間辦法 從法規上特地去要求施工廠商 你在捷運沿線要做這些工程的時候 必須要提出這個高風險施工項目的風險評估 還有預防措施 至於地方呢 當施工廠商提出來這些施工計畫 必須要有一個聯合審查機制 包括由建築管理 職業安全 交通安全 最重要是要由營運機構 能夠共同參與審查 才能夠全面辨識這樣的工程 會不會對捷運造成影響 那當然這是法規面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從設備面 我們也請台中捷運去評估 是不是在車站能夠建立這個緊急停車按鈕 所以當醫務入侵的時候 發現的人員可以第一時間停止列車運轉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我們希望未來類似的事情不要再發生 以上 我想再請問一下那個生還因素的分析的部分 因為我剛好看到影片在事故發生的時候 有乘客立即趴在地面上 不知道我們是不是有針對這個 發生事故的車廂來做相關的分析 在什麼樣的位置下的一個生存因素是比較高的 生還因素也是剛剛我提到那個鄭組長這邊 所負責的一個項目 那我請鄭組長這邊進行回答 因為這個本事故裡面基本上就 這個列車車體而言 如果車體能夠保持完整的話 那相對對這個 乘員裡面的保護是最佳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捷運的裡面 因為乘客沒有沒有像一般的小計車 有安全帶的設計 所以主要是這個車體的一個保護 那但是本案在這個捷運在撞擊 這個行駕的過程中 那這個行駕以及相關的這些 這些殘骸有侵入到這個列車 那他主要是從列車行進方向的右側 侵入到左側 那造成這個特別是前面第一節的 這個車廂很多這個車門跟窗戶的破損 那在這樣車體受到破壞的狀況下 那當然裡面的乘客受到傷害的激勵也 比較高 那這次很不幸的有一位乘客死亡 那當然是很不幸在這個行駕侵入這個 列車的過程中 那是這個打擊到這位乘客 把他打擊到車外 那才造成他不幸的失亡 那其他這個 其他受傷的乘客 我們本事事故大概有 車上有48人 那有這個15個人受傷 那包含這個隨車的站務員 那這些受傷的乘客主要是在這個 撞擊的過程中 受降 譬如說跌倒啊 或是在這些侵入的物質打倒 所以都受到一些輕傷的狀況 那大部分都集中在這個 第一輛 第一輛車輛在前車的這個部分 那後面的車廂受傷的乘客 就比較少了 那以上說明 好謝謝 那請問大家是不是還有其他問題 好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謝謝大家 今天的例會參與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到這邊做結束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